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世界震动了大家 然后各种报纸媒体一通弄 大家记住这个 以后想让一幅画成名 有一个特别好的办法 就是把这画抽走了 然后在媒体上一通炒过 它变成特别有名 这个世界很有意思 不是纯为了权利私道气 有点爱国主义的意思 达芬奇 这意大利的骄傲 所以一个意大利的爱国者 名叫佩鲁吉亚 他就死活觉得 怎么我们意大利的画 怎么能弄在卢浮宫的法国的这里 不行 我也透过去 然后当时卢浮宫的宝案非常松弛 透走了都没发现 而且是一个画家要去画展厅 到那去画 画家突然一注意 看是怎么少一幅画 还发现这摩娜丽莎少了 那时候透走了都没发现 说明摩娜丽莎当时并不是那么重要一幅画 但是没了 那是很重要 于是到处找媒体又炒作 整个那个到处怀疑 又是怀疑这个诗人 又是怀疑他毕加索投了 因为毕加索在这之前一年 曾经买过别人从卢浮宫偷出来的东西 人是偷完了以后就嚣张 嚣张毕加索就给买了 所以大家就怀疑说 你是不是就想收集这卢浮宫东西 大家差拉差去也没有 后来慢慢的都过了两年多 到了1913年 这哥们是藏着 这爱国者 他总得弄弄你这事 把他藏地底 这不叫爱国 雪立封信给佛罗伦萨的一个画商 说我手里有蒙娜丽莎这张画 你要不要买 但是这个事是玄案 据画商说他开了一天价 几十万里拉什么之类的 那时候里拉不像后来那不之前 那时候里拉还挺之前 他自己说没有 没开这么高价 总而言之 他把那画拿给了画商看了一眼 画商一看 这真的马上直接报警 把他抓起来 但是他爱国的举动成功了 因为他这画就在佛罗伦萨 所以这画旧事就在佛罗伦萨开始展览 佛罗伦萨大家知道是文艺复兴的中心 所以从佛罗伦萨开始展 然后在意大利展了一圈 最后1914年送还给了法国 从这之后这画再也没回过意大利 到了2013年的时候 佛罗伦萨恳请卢浮公说 1913年就是这一次展出过在佛罗伦萨 2013年是不是再展一次 佛罗伦萨经常搞那种大展 叫文艺复兴大展 我自己就看过 但法国都没给 说这些东西不能再去意大利了 当然去过美国和日本 这说明卢浮公也好 法国也好 心里还是有三六九等的 说美国人要看看 那咱们还是给美国人看看 日本好像有钱了 日本有钱 我们能把自由女人像都买了 日本人说那我们想看看 送到日本去看看 挣点钱 但是原产地 这意大利人要看 就不会看了 只能上法国去看 这哥们也没判多久 大概判了七个月 出来以后成了意大利民族英雄 回国的时候 受到无数人迎接 年轻人 年轻人永远都有那种热情 就是爱国 所以这就是191年 这次著名的蒙娜丽莎师妾 下面来讲一讲 1959年的这一天 夏威夷成为美国的第50个州 也是美国最后一个州 从那之后 美国就再也没有新的州加入 未来也不一定 反正有剥夺了一个 这些地方经常在说 是不是加入美国 成为第51个州 这些还没有 所以夏威夷加入美国以后 美国的国旗就没再改 以前这美国国旗 生产国旗厂特高兴 每隔一阵 所有国旗都作废了 就重新生产一遍 因为美国建国的时候 叫Original13州 就是最早的建国13州 整个沿着东海岸一流 所以美国国旗开始 就是13条13星 紧急着加入一个州 多一颗星 加入一个州多一颗星 然后就一直从13个州 变成了50个州 每次都把之前的国旗作废 重新生产一堆 所以夏威夷加入以后 现在美国的国旗 就是13条 这条没法再加了 再加了成医院变化符了 所以永远是13条 但是现在50个星 密密麻麻 这就是现在美国的国旗 59年到现在没变过 夏威夷是一个 极其美丽的地方 它有很多很多个小的 Mowie 什么Kawai 都非常美 但是夏威夷有 很多个著名的事 最著名的就是它那珍珠港 珍珠港是现在美国 最大的海军基地 因为美国是两洋舰队 但是由于大西洋对面 全是盟友 所以大西洋舰队 始终都没有太平洋舰队强 太平洋舰队在那边 老有敌人 一开始有日本 后来有苏联 所以面对着这边老有敌人 所以离得最近的 就是夏威夷珍珠港 所以是最大的海军基地 太平洋舰队的主力战舰 几乎都停在珍珠港 所以就有大家 全都知道珍珠港事件 我就不多讲了 我们来讲美丽的夏威夷的特色 夏威夷第一个大特色 就是全日式花 你每一个去夏威夷的人 你找一下飞机 跟别人都不一样 一下飞机永远有人欢迎你 然后给你带一大花在这 所以到了夏威夷 就这已经带着大花了 然后既然带着大花 就老觉得这衣服不合适 就一定要买份大花衣服 夏威夷这个州的出号 美国每个州都有一出号 纽约州叫Empire State 就是帝国州 加州叫Golden State 就是金州 什么Nevada州叫Silver State 就是每个州都有一个 那边有Keystone State 什么都Tripley 这州最厉害 夏威夷这个州的外号 叫Aloha State Aloha就是夏威夷 夏威夷当地话里面 既可以当你好 也可以当再见 人家可能语言比较简单 就这一词 然后到处是花 大家带着花 穿着大花衣服 跳起草裙舞 然后夏威夷有非常美好的音乐 他就专门有自己一种乐器 叫做夏威夷吉他 就是在套着钢纸 不是拿这么弹的 夏威夷吉他是套着钢纸 在那这么滑着弹 所以他滑出来 那个音色特别美丽 有一首歌 专门夏威夷吉他 著名的曲子叫利哥 大家可以去听 非常美好 虽然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用这乐器了 我已经有大概20年30年 没有听到过 有新的夏威夷吉他的乐器 就可能跟着很多个民族的 传统乐器 要慢慢要消失这样 但是大家去听 还是很好听 夏威夷的海滩 大家从照片上看 非常非常的美 实际上真去发现 远远没有我们的三亚美 为什么呢 在全世界凡是由火山喷发 或者火山岩浆运动 造成这些岛 都没有好沙滩 因为火山是岩浆出来以后 遇到水 空气变冷却了 所以它就是礁石 全是石头 夏威夷吉少的什么那些沙滩 比如说大家永远看一张照片 叫Waikiki Beach 那一个沙滩 那其实是人工运过去 那不是天然的沙滩 夏威夷的大量小岛上沙滩 也都人工做的沙滩 因为它是火山岛 所以夏威夷是很美的山景跟植物 吃的也很好 但是游泳海滩 真心美我们三亚好 或者很多太平洋上 印度洋那些 由珊瑚风化出来的岛 珊瑚风化出来的 或者是河流冲击出来的 这样的岛 这都有很好的沙滩 但是夏威夷没有好的沙滩 夏威夷首府 这有中国名字 叫潭香山 华人到处去海外漂流 通常不给人起名字 因为华人永远老觉得自己是客人 华人老有主客之道 说我们做客人 咱就别闹这事 华人都加入了国籍 都不去投票 就觉得老觉得我是客人 极少数的城市 由华人给命名 就是因为华人特别多 而且对华人有很重要的意义 潭香山就是华人命名的名字 跟那洪洩露露没关系 洪洩露露一听 就是当地土化那种名字 就是因为当地出产潭香墓 大家就给它命名潭香山 潭香山是它的最美的首都 但不是它最大的岛 它最大的岛是一条大岛 它全是火山 没什么意思 这个岛叫瓦湖岛 欧瓦湖 这上面就是这个城市 叫侯奴露露 就是我们的潭香山 珍珠港就在这个地方 大家如果去珍珠港旅游的话 会看到这个一艘叫密苏里号的军舰停在那里 一定要上去纪念一下 因为密苏里号就是日本投降的时候 1945年9月12号在东京湾上 接受日本投降 包括中国代表都在那里 一艘著名的军舰现在停在那里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明天再见